本章主要分享的是公社点交三十门课中的第三次堂 讲的是玻璃的小故事大道理 基本上大多的公社 它的第一楼大厅的部分 大部分都市面都是玻璃 比较居多 那所以本课强调的是 门厅四面玻璃对保全监视的重要性 讲到这里我们就提到 其实很多公社点交 大部分都是属于数量的点交 也可以说基本上来讲 就是一些文件资料 然后再来把一些 磁卡钥匙 部分点交完毕 就这样它就算是一个阶段 但是比较好的做法的话 是除了今天基本上来讲 除了数量点交以外 你要针对功能性 那今天我们功能上部分 不是讲单纯的单一功能 我们今天还强调的是 所谓联动功能 然后再第三个部分 就是所谓的复验 就是说基本上 针对一些缺失的部分 去加以改善 可是你从这个角度来讲 很有可能 你把公社点交当作一种设备点交 那你就缩小了公社点交的范围 其实我们今天讲公社点交 它比较像是一种问题的解决 那一般社区在点交公社的时候 会有哪些问题 就是有设备的问题 那就功能的问题 再来就是所谓的设施的问题 那设施的问题的时候 其实你大概可以从功能面上去讲 讲它 你也可以从管理面去讲它 这个才是所谓的点交的大道理 那我们这一章里面提到四面门厅 对保全监视的重要性 提到了我们今天强调的 我们先不管说这玻璃到底厚不厚 或者我们今天来讲 这玻璃到底是不是交合玻璃 其实厚不厚跟交合玻璃 其实强调的地方 一定是强调风灾 就是所谓的台风的时候 怎么办 然后再来第二个部分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比较强调 是强调说 这个四面门厅的四面玻璃 它的装设 对你安全监控的影响 那基本上 各位常常会看到很多大楼 有时候你会觉得还蛮奇怪的 你进到一个大楼 你从外面看里面很清楚 可是你从里面看外面 就不清楚 像这个就是一个很奇怪的大楼 为什么 当你今天从里面看出来不清楚的时候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你所有的保全人员都不清楚 既然你保全人员在里面看不到外面 那通常会有两种现象 第一种现象 如果保全人员认为 就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 他通常会比较懈怠 第二个部分 他没办法掌握所谓的周遭环境 所以如果说 你今天你这个玻璃本身 是不透明的 我们今天讲 最好两面都不透明 如果单面不透明的话 理论上是不透明的地方 最好是针对外面 就是从外面往内看 看不透的情况之下 这才是正确的状况 那所以当初的时候 我在做物馆经理的时候 当他们在装第一面 大厅的玻璃的时候 我都会先做这样看 就是说 从外面看 从里面看 确定 到底是从里面看得出去 还是从外面看得出来 还是两个都可以 然后再来 我会考虑到所谓的反光的问题 或所谓的逆光的问题 那只要这一片的话是确定了 理论上其他玻璃 应该都会装色的很好 就不会有问题 可是反观你今天在公社点加 你如果不提这样的疑问 人家玻璃都已经装好之后 等过一阵子再跟健康提这件事情 那因为大型玻璃可能会用一些调挂装置 它是比较复杂的 而且问题这个东西也很麻烦 所以理论上的话 那时候你的要求 它就不会照做 所以我们今天强调的是一个时间点的问题 那更多的内容的时候 各位可以上我的部落格看这篇的文章 感谢各位收听 更多有趣的公社内容 或者更多有趣的物业设计 请各位参考 物业管理精英的66个工作DNA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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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